海群老师和陶医生 你们有没有下属在你们面前哭过呢 我今天就先渡到这了 你给我回来 就是就是补充一下在什么场合哭 我不想补充我还要活着 令人心动的offer3第三期节目惊喜不断 美男子周深全程都在高能输出 各种正能量言论 简直都能写出一本书 值得全网观众向他学习 想起在网上看的话就是 我淋过雨 所以我不希望你淋雨的感觉 就那一下我是真的感受到那种大爱 医学生梦在医院里的表现反转不断 而周深才是该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 既有正能量又有人格魅力的输出 总能在不经意间拉满整期节目的效果 看完心血管内科的两位实习生的表现后 高尚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崇敬之情 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 周深也再次红了眼眶 针对这一环节 加油团展开了女性职场困境的讨论 孟非问伊丽静跟张纯化 如果自己面对导管室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之所以这样问 主要是因为导管室有很强的辐射 尤其是对女性 张纯化直言 会跟林彦医生一样 但不一定要生两个孩子 想优先做好家庭的角色 毕竟活在这个世界上 会有不同的角色 感性的发言 周深十分认可 伊丽静则是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在她眼中 女性在职场上一直都面临着困境 如果选择家庭 就不能把工作上的问题当成困境 相反 如果选择工作的话 那就一定要放下很多家庭中的东西 个人觉得伊丽静说的很有道理 紧接着 周深就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聊这个话题 可谓金句评出 其实身边我们也有很多女性朋友 她们生活当中也都会说 就是难找工作 或者怎么样应该要一起的 真的是多理解一下女性 去给她们营造一个 让她们越来越不用去纠结 周深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觉得更好的一点 就是林医生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 科室配合了她的决定 十分尊重她的想法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很多女性朋友 经常可以听到她们说 难找工作之类的话 所有人都会考虑到生孩子的问题 甚至结婚与否 这些客观因素都会在不经意间 决定她们能不能拥有这份工作 不得不说 周深真的太优秀了 三言两语 就把女性职场困境所面临的问题 都给说了出来 一句我们真的应该多理解女性 多给她们营造一个 让她们越来越不用去纠结这些 此话一说 不知道戳中了多少女性观众的内心 并不是周深的言论有多高尚 而是周深说出了无数女性观众的心声 周深也知道 达到这种程度的可能性很难 但她还是希望大家 尽量去努力营造这样的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说周深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偶像 她的发言让一旁的毅力劲感触颇深 万万没有想到周深对女性职场困境 会理解得如此透彻 加油团的讨论 周深的正能量发言 都会引起更多观众的热议 由此一来才能得到真正的重视 毕竟观众之后才能有思考 思考之后才能有改变 所以说周深的每一次表现都意义深远 从陶永口中我们可以得知 短片当中 实习生们穿的轻衣居然有20斤的重量 相当于穿了一个很重的龟壳 但不得不穿 因为辐射对人体的伤害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 而且研究表明 经常接触射线的人 得皮肤病的概率是正常人的四倍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还会患有白内障 比皮肤病还多一倍 不知道节目组是刻意而为 还是镜头剪辑的问题 聊到这里时 还特意给了主持人孟飞一个镜头 其他嘉宾的表情都很感性 唯独孟飞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就像听故事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感受 刚开始有人吐槽 她觉得有些夸张了 但就前三期节目看下来后 孟飞的表现确实令人一言难尽 很多时候都是周深在Q流程 而孟飞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现场的吃瓜群众 想起来了就多说一句 想不起来了就把话题摔给周深 或者伊丽静 听到陶勇医学科普后 周深的脸上出圈的表情可爱至极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这就是医生们的付出与奉献 连续三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让周深再次想起了李不言 每当聊起她的时候 周深的眼神当中都会散发出宠溺的目光 既心疼又好笑 同时还觉得第三季令人心动的offer 应该改名叫令人心动的offer 瞬间就把全场低沉的氛围变得欢快了起来 还让大家一起熬起来 后期也不负重望 还特意给周深一个人做了特效 只见周深身穿白大褂 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代入感极强 天生的衣服架子 无论穿什么都显得十分帅气 毫无违和感 全员考核完毕后 成绩没过多久就公布了出来 医生对他们的评价都很中肯 不偏不像 还是很公平的 不知道大家对这期节目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